姜濤的綜合新聞報導 今天2023年4月1號 昨晚多人討論一件事 就是逐不逐會 就是加不加入MIRROR 這個官方後會會 昨晚一片虛聲 我可以和你講 雖然說一片虛聲 但高登仔都發現了很多 身穎有趣的言論 一來 大家一來 起勢這樣罵 起勢這樣罵 這個官方後會會 說他安排北周 加入了會員 一年什麼活動都沒有搞 一來開過IG的post 就叫人們續會 接著就有個收費的見面會 一個小時 昨天高登仔都分析過 有關的情況 其實一個小時就很問 如果以一個 相傳七萬會員的後會會 一個小時 我到總共可以招呼 三千六個會員 其餘了幾萬個會員 那怎麼辦呢 昨天高登仔都說 但是昨天 就和若干的我的聽眾 聊過天 發現了一些新的想法 第一件事 老實說 如果就算 自從上次洪管事件 到後來 戚拆 後來追 又被人攻擊 然後腳傷等等 其實很多姜濤 已經很不滿 為什麼呢 好像官方 一直都沒有為姜濤發過任何聲 發過任何意見 那樣 就算是這樣也好 就算是這樣也好 大家回想一下那個歷史 就算是這樣也好 但是呢 好像那些人都覺得 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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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件事 他們官方搞的 任何的 宣傳活動 當然是跟一些廣告商 都逼滿 都是網上的言論 都是一片支持 那樣 大家姜濤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告訴你 我分析幾件事給你聽 第一件事 他根本上 在大家的心目中 Makerview 和Mirror 是連體鷹來的 什麼叫連體鷹呢 就是說 大家的心目中 如果你不支持 偶像的話 或者不支持Mirror的話 後援會 即官方後援會 或者Makerview 都會完結 如果去完結 Mirror也都會完結 所以大家都有所顧忌 大家都不敢 批評得 或者對Makerview 太過苛刻 因為大家心目中 都知道 如果我們 太過 將這個 Makerview 推向這個窮項 即是畫手 不小心 連這個Mirror 都毀滅了 那就大家 絕對不想 看見的一個情況 所以 大家 對於 Makerview 他說 原諒值 是比較高一點的 高一點的意思 並不是他值得原諒 我都一而再 再而三 跟他講 即是跟我的聽眾講 他的PR 那些 那些PR 那些做法 真的完全不合格 乃至到現在 現在 講的那個 見面會的安排 也都不是太過妥當 我自己覺得 是吧 即是令到很多粉絲 想見 不得見 是吧 即是大家 大家是不是論息那幾百元 我想 大家不是論息那幾百元 買可樂 買可樂 都不像 是不是 高特製 現在買到整個家 都是可一可樂 我告訴你 我現在買可一可樂 的容量 我可以充幾次量 都可以 但是這些都不要緊 不要說了 錢的東西 我們自己 我在大多數的觀感來說 大家都不是OK 如果不是 MIRROR那時候 出了市 開了四個演唱會之後 大家就撲去 叫Mark and Will 回水 你有見過別人 真是很強烈 或者很大型的 叫Mark and Will 回水 沒有 全部都保持著 那張票 全部都有一個期望 就是說 喂 什麼時候有 什麼時候有這個 什麼時候有這個 MIRROR演唱會 再續 這樣 喂 現在都很久了 半年有多了 對不對 我們不斷追 你去大馬開 海灘演唱會 本地的MIRROR演唱會 又模式模式 都沒有人 摘怪Mark and Will 沒有人摘怪Mark and Will 為什麼這麼久不搞 一直都是很原諒正 很高 大家都說 算了 可能真的太忙碌了 怎麼搞 那時候 高等制敵都說過 在這個宣傳單張 剪掉了姜濤的頭 然後 後來都有人說 算了 可能亡足有錯 OK 算 然後有人說 Cold Star和Star 這樣 可能不關 MIRROR演唱會 可能是那個品牌 不是那個品牌 都是我們自己 老闆出錢 等等等等 等等的言論 那時候 高等制都發覺一個 一個很有趣的事 大家 對於這個Mark and Will的做法 都仿視 很有原諒 大家都覺得 算了 他都是MIRROR的老闆 我們都不想他有事 原諒值很高 大家好像似乎 對於Mark and Will 到現時為止的安排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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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 大家都有很多批評 但是大家到最後都是 批評完 又沒有 繼續支持MIRROR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心態 一個心理學 是吧 因為大家都想支持MIRROR 所以大家 立 即是叫做某程度上 都沒有那麼狠去對付這個 或者批評這個MIRROR 這麼厲害 只是上IG 罵客 結果就是 那麼多人報這個 見面會 那麼多人續會 那麼多人去買這個 馬拉丐灘演唱會支持姜濤 演唱會都是那麼多人 老實說 這些這樣的心態 就雖然令到Mark and Will 都 都某程度上 我真的感覺到 他們這樣對我們這些 這樣的粉絲 這樣的會養 或者MIRROR 或者 總之 總之姜濤也好 神徒也好 爵士也好 等等等等 是吧 都好像覺得 都是這樣 在某程度上 我開始都覺得一樣 可能 Mark and Will 這些真是市場策略 我們 即是看低了Mark and Will 因為他們猜死 我們一定不會退場 他們猜死 我們一定會支持MIRROR到底 他們猜死 我們一定會支持姜濤 因為你不支持姜濤 你去打Mark and Will 你去打Mark and Will 那即是等於 一個背力拳 打回姜濤 一分鐘 對不對 雖然我們 經常都不滿 經常 經常我看那些 後會會的Pose 那些回應 那些論壇 每個人都插到飛起 你看自己的官方 後會會的IG 那些二千多個留言 每個人都怒火中宵 每個人都插 插完沒有參加活動 所以這些東西 都是講一句 因為我們愛MIRROR 愛姜濤 作為姜濤 作為鏡粉 怎樣做得那麼狠 是不是 被人看死 我自己也是 是的 我昨天都說 雖然我自己都出片 覺得 很多不合理 不妥當的策略 一些公關技巧 都好像不合格 但是高登仔 不一樣照去這個 這個見面會 不知道是不是阿仇會 見面會 照寶和三千六人 差一位 一個位置 去見一見MIRROR 對不對 對不對 雖然我說 本地演唱會 你都不補回給我們 你又飛過去馬拉 搞一個海灘演唱會 那高登仔 又是照買照撲飛 我也覺得自己很無骨氣 對不對 我也覺得自己無骨氣 雖然我是照罵 是不是 我是照罵 但是我不捨得姜濤 是不是 我真的不捨得他 因為有些活動呢 始終都是官方才搞得到 我不是說民間那些阿仁會搞不到 但是有些位置 就是搞不到 大哥 你搞個見面會 就真的是 是MIRROR 才有份去參加 對不對 多多錢你都要付 雖然我昨天說到 前後 前後搞了一千元又多 那我才有個機會 去抽那次的活動 對不對 我才有個這樣的機會 如果不是 你連機會都沒有 對不對 你等民間後援會 又沒有這樣的事情 我不是說民間後援會 不好 但是你問民間後援會 官方後援會 才有它的獨特性 和可以處理到的事情 我是很生氣的 我是很生氣的 抓緊就命 對不對 因為有些事情 喂 今天我們的見面會 可能一個小時 可能試試水溫 可能我們翌日有個盼望 就是說 可能官方後援會 整個姜濤 握手會 這樣 只是給姜濤去參加 那就只可以去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又 有時候 也都明白 民間後援會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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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規限 對不對 他們很難可以約到姜濤 做一個活動 他們最多搞一些 推廣活動 或者我們自己 Fans Club 的活動 或者是整個 銅鑼灣2 那邊的姜濤灣 4月30號 整些慈善活動 但是 但是就 就 官方援會 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是我們民間做不到 所以 所以 抓緊就命 老實說 高登仔都很生氣的 哎呀 整天被他 按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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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一個拳擊賽 好像我正在退 太神 是啊 那你明知是不夠打 但是為什麼 但是明知不夠打 對方那麼強大 是吧 控制了十二鏡仔 是吧 但是我都要下場 因為我想下場 我想見到鏡仔 我想見到姜濤 那他就被迫著 所以我現在 開始有點反思 原來是我們自己 是不爭氣 是吧 被人看死 是吧 現在Marker Will 我現在想一想 昨晚我真的 動起床板在想 原來Marker Will 才是最聰明的那個PR 我現在想一想 他都不怕你 他就不怕你的粉絲會走 是吧 你罵啊 是啊 他經常罵啊 那時候洪館事件 又罵 罵到花姐 真是 真是看無怨夫 所有鏡仔 鏡粉 是吧 罵到花姐看無怨夫 又什麼什麼 什麼 是吧 又對姜濤 好像有些資源又不均 我們又罵到什麼 哎 最終我們又來參加活動 是吧 雖然我都很不分氣 但是也沒辦法 這個人的心態 即 就算你問高登仔 哎 高登仔 真的很不滿 很不開心 但是也要參加 這樣就被人拼死了 是不是 我現在想起 好像那些 那些 家暴那些 是不是 被老公老婆打 那些受害者 打極 你都不走 打極都要留在這個家裡 因為我要照顧那對子女 是吧 被老公老婆打 現在不一定是 是 弱妻的 現在可以弱婦的 OK 我真的是 照顧那些家裡 我就是想著 照顧那些子女 陪著家裡的子女 想著做一個完整的家 而不去面對這些家暴問題 是吧 他們我們都叫他們 喂 你們找社工 是不是 你們去報警 這樣 你們經常面對這些暴力事件 不行 這樣 哎 我現在明白 高登仔現在明白 他們的心態 我現在就是好像 被弱的婦女 被弱的丈夫一樣 是吧 面對這些這樣的事情 眼口無言 想走又走不了 是吧 又繼續留戀在這個家 所以就很無骨氣 我自己都說自己無骨氣 所以 我現在真的想想想 Mercalville 才是最厲害 那個這樣的 PR 公司 一個強勢 完全都當我們的粉絲好像沒有到 完全對這個鏡粉沒有到 十二鏡粉 不單是薑糖 十二鏡粉都沒有到 是吧 早前那些神徒都罵得很厲害 是吧 罵得很厲害 是吧 早前 早前一個 一個 Anson Law 那些後援會 偷布賣票 幫他代購 都被 都被 Mercalville 說 不知名人士 蛤 不知名人士 是吧 即我不是幫他們說說話 即如果處身立場 我是神徒的話 蛤 不知名人士 我們都建立了這麼久了 這個粉絲 我們都建立了這麼久了 這個粉絲 你居然說不知名人士 最終就是屈服 最終就是要參加我的見面會 所以這件事真的沒得說 我自己都屈服 我自己都是有點不甘 但是沒辦法 都是要繼續參加 所以 這件事 我都不知怎樣 我都想問一下 聽進你們有什麼高見 是吧 是不是真的不參加MIRROR呢 你不參加MIRROR 相當之令人頭疼的一件事 但是不要緊要 是不是 那現在一個形勢 就是形勢被人強 是不是 就好像打拳那樣 形勢被人強 那你被迫著想 那是意思 那希望 我只有一個探望 就是希望 MIRROR做好一點 親一下我們的鏡粉 是不是 親一下我們的薑糖 是不是 不要經常做一些 好像姜濤所說的 不要再做這些傷害別人的事 是不是 令到我們很不開心 是不是 雖然 都是要被迫著 但是這些不開心 我就不想繼續下去了 那希望你們真的好好再作改善 對我們的鏡粉 姜濤好一點 是不是 對姜濤好一點 那就心滿意足了 那近來呢 就 大家有沒有抽姜濤家 高登仔都已經分享過了 那樣 有很多可樂 我現在在家裡 抽到一大堆姜濤卡 但是有沒有參加到這個 見面會或者黑膠點 我暫時不說 我就在之後的影片 慢慢跟大家交代 但是我近來呢 就看到很多那些網上的 姜濤group 校門會的留言 就說 哇 真的很多開箱品 但是我看到有個粉絲 直接一次過拿了三十幾 去打卡 去開箱 開箱 即是揭開 即是剪開來抽 究竟有沒有些什麼 可以抽得中 那也都有人說已經抽中了這個 姜濤見面會那個 入場門票了 抽中了 也都有一些已經抽黑膠片了 那當然相當之開心了 我都很恭喜這些姜濤 可以有這樣的幸運 抽到這些這樣的獎勵 那就相當好 那姜濤卡我現在都很多 那呢 有很多人就 就是見到我們這些姜濤 那麼趨之若無 對於這些活動 抽卡 那他們又有一些生意頭腦 近來我見這些群組裡面 有些分享 有些分享就說 有些人拆了 有些人拆了 但是他們說 就拿了 一張卡 但是呢 就還沒有掃描那個QR Code 就說保持那個QR Code 就賣給你們 那就給你們一個機會 當然有些人留言就說 哎呀什麼搞錯啊 這些卡都拿來賣 但是有些人就真的拿去買 拿去買的 當然高登仔就不鼓勵這些行為 那麼 還有呢 有一些人就分享 他抽到一些閃卡 那些閃卡呢 那高登仔沒抽過 原來是有閃卡的 那有些人就後來討論 咦 那這些閃卡呢 那究竟是什麼呢 那我以我所知 不是閃卡呢 姜濤有三款 不是 就是有五款 有三款有姜濤的樣子 那我見到很多閃卡呢 他們就分享出來 那我就賣了 那我就 很好奇 你那些這樣的炒家 究竟你想賣個什麼價錢給我們的薑糖呢 那就購入去看 那 然後一進去看 沒有標價 沒有標價 然後他在下面寫什麼呢 姜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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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姜濤 他叫姜濤 他連他都打錯 這個炒家比較專業 姜濤 姜濤 毛糖可可可樂 閃卡一張 自定價錢 價高者得 嘩 現在怕賣會嗎 對不對 嘩 我差點以為自己眼花看錯了 嘩 原來姜濤卡現在已經成為拍賣會那麼重要 他不是說自定 閃卡呢 我就賣一千元張 我當一千元張 那也叫有個價錢 現在不是 現在你們拍賣 你們出價 我現在有張姜濤閃卡 我現在有張姜濤閃卡 難能可貴 那我也不知道 我都想問一下可可樂 是不是真的有這些姜濤閃卡 難能可貴 我有張姜濤閃卡 出價 你們姜濤出價 姜濤 不是姜濤出價 姜濤出價 姜濤出價 嘩 嘩 現在已經成為一個拍賣會 嘩 你這張閃卡 你都肯 我不知道下面 因為暗 暗盤價 我看不到那些留言 可能直接留言給那個炒家 直接 直接處理 我看不到那些人出價 但我相信 一千幾百都走不掉 我相信 嘩 原來現在姜濤的東西 有價有市 特別是這個 COCO COLA的閃卡 我真的沒有抽過 原來有閃卡 但那些價是 已經是 叫做 已經是 抹了 相當之厲害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如果有機會 我也試試問一下價 我不會買的 老實說 我自己表明立場 雖然我很支持 姜濤 我是一個很忠誠的姜濤 但是我記得姜濤說過 是不贊成炒賣的 小智這些卡 大節演唱會票 都不成炒賣 所以我 我不會這樣做的 但是當然 如果有一天我抽到多閃卡 其實我要一套就夠了 姜濤 姜濤的卡 如果真的抽到這些閃卡 那我就送給我自己的會員 如果有的 有什麼所謂 是不是 但是怎樣送 就不知道 因為我想我也應該不是太多 或者送給 總之想一下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真的想說一件事 就是 香港人呢 我的炒賣心態 去到這些閃卡 都要炒的 是不是 都要炒了 天價 現在 現在是一個 怎麼說 現在是一個 標價 徑圖的方式 所以你說 香港人怎麼會沒有腦 個個都是賺錢能收 個個看到姜濤這個 可樂這個 簡直是一個商機 個個都想去做這個活動 想著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報酬 這樣 向我們姜濤買手 但是 我自己呢 我自己呢 就 真的 響應姜濤的呼籲 我都不會 買買這些東西的 OK 我都不會買買 那 就 希望大家 就 自己想 其實呢 我自己有一套守則 但是如果對於別人呢 我很寬容的 你自己喜歡買買不買 沒有所謂 對吧 自由來的 你自己 自己衡量得失 OK 但是這一 我自己都有一些 有些驚訝 厲害 那 遲些如果再有這些姜濤產品呢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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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呢 即是自己儲定一套 第二天呢 當姜濤真的已經是成為一個超級 超級國際巨星那時候呢 超級國際巨星那時候呢 那就不得了了 OK 好 好了 那這宗消息呢 就有姜濤group那裏呢 就傳出來的 那我都 其實 不是說什麼大件事 但是我可以正正反映呢 Makerville 和ViuTV 是有些策略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他就近來呢 我看回 他說呢 宣佈了 就是你都記得 有一個節目叫 調教你MIRROR 那樣 那從 下個星期二開始 九十九台 ViuTV 那晚上的十二點鐘 至十二點半呢 就會重播這個 調教你MIRROR 那樣 那當然我們作為姜濤 當然 是 提了 有 因為有姜濤嘛 那樣 不過 近來這個 真的 是有 臭小的 就是 在一片這樣的 虛聲和 不滿聲音之中呢 那 就 快點推翻一個 MIRROR的節目出來 因為想當日 大家有看過 調教你MIRROR 雖然呢 我自己呢 是有看完的 但是呢 原來呢 坊間呢 對於調教你MIRROR的 的 的 的意見 就不是太多的 就是 始終是我們 圍內自己的一些討論 那 今次呢 氣氛有點不同了 是吧 MIRROR經過了演唱會 以及一連串 由後援會 官方後援會成立 啊 由Mutterville公司成立啊 那樣 由姜濤的一連串的 不同的 叫做 事件發生了很多之後呢 那 今次再看回 調教你MIRROR呢 就真是 一個 好有的感觸來的 有些人呢 就說 看回 當年呢 調教你MIRROR 那時候呢 很清溺啊 姜濤 好像一個小朋友 那樣 現在呢 他 有了 雖然他現在都很年輕 但是呢 現在姜濤呢 有少少的成熟 我覺得 好像高大了 好像高大了 是吧 好像看到一個小朋友呢 長高 那樣 很開心 那樣 這個 調教你MIRROR 那 想當日呢 就是EPS贊助 OK 那就有趣了 看看資料 那有很多人就說 一定會再看 當是支持姜濤 那OK的 雖然這個是調教你MIRROR 大家記住 MIRROR 十二指都有份的 這個節目 那你說 如果 就是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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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的小發展 其實我自己心目中想做這些 不過其實每天都很忙碌 就這樣看《姜濤新聞》 但我覺得今次ViuTV 雖然我們之前都罵到 Macaview和ViuTV 幾乎反艇 但是 大家都依然都是會看回這些節目的 但是我自己高中仔都會重重看回這些 我希望可以再看一次就有一個新的感覺 當是支持姜濤也好 或者在一片的虛聲之中 都希望找到一些出路 因為基本上都沒有出路了 我都要繼續支持姜濤 某程度上我都要支持MIRROR 因為始終姜濤他都想在MIRROR裡面 都想和各位兄弟一起發展 那我作為姜濤可以怎樣 不能選擇的 都是一樣死撐姜濤 是吧 一樣支持姜濤的所有的行動 想法 就是唯有是這樣的 所以在這些大前例之下 Macaview很聰明 一片虛虛聲之中 我就推一推 調教你MIRROR 就重播給大家看 那他又看看究竟大家的反應是怎樣 那我想可能 可能 就是我想相對這些這樣的活動 或者這些這樣的節目 其實老實說一句 他是有少許部署 我近來都見到 就是我自己高登仔 都是一句而已 有彈有讚的 值得好的 做得好的事情 高登仔一定會贊的 但是值得不好 就是有些事情安排得不周 我都會彈的 那這次這個調教你MIRROR 我覺得是一步很好的棋 就是他起碼表現得到 Macaview不會是亂來 是吧 他起碼在這些這樣的節目安排 應該是view 當是view 那在這個節目MIRROR 也有一個全部漸進 那可能 為日後 就是 姜濤也好 或者MIRROR也好 的相對的發展 都有一些穩定的基石 播出來 那這個就 就是拭目以待了 想想他了 那這樣 那 就是這樣 這樣 好 還有另外一宗 有趣的新聞 就是 喂 那時候剛剛姜濤 下機由日本 就做了這個 secret project之後 下機 不是打了個手勢嗎 4月2日見的 上車之前 那很多姜濤 或者我們的網絡 就 啊 挺有心思的 姜濤 臨上車都打了一個 這樣的手勢 出來 去告訴大家 記住到那時候 4月2日 就去西九文化節音樂會那裡 就看他 壓軸的表演 那樣 大家都 吹之揚無啦 那樣 如果沒有票的 都不要緊要 高登仔去完之後 就跟大家說的 現場情況 那樣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將這個喜悅 就是和大家分享 分享喜悅 真的正式 那 西九文化 4月2日姜濤表演 就一定是 當然的 應該就不會有什麼意外 但是呢 近來就很有趣 在網上呢 有網友就發現 頻頻放4月1日的票出來 那4月1日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4月1日是4月2日之前 哎呀 哎呀 高登仔你又說廢話啦 這樣 是不是 不是 就是說呢 頻頻放4月1日的票出來 大家呢 就似乎呢 在買票那時候呢 有點特別了 在買票那時候呢 可能個個就掛著 對4月2日 甚至是有網友就說了 我其實想買4月2日的 不過買錯了4月1日 就想賣出來而已 因為呢 大家都不肯放4月2日 那為什麼大家都不肯放4月2日呢 聽高登仔這條頻道 聽得久的聽眾都知道 為什麼4月2日不放啊 因為4月2日有姜濤壓軸體嘛 誰會放啊 是不是 放那些啊 都已經放了啦 是不是 當然高登仔 一個月立場 不贊成炒票那些 他放出來可能原價 可能突然4月2日不空 不過老實說 如果有姜濤看的話 幾不空我都要去看啦 幾那麼忙我都一定要出席 去支持姜濤啦 所以呢 最近呢 有很多人呢 就放4月1日的票 但是有些人就問高登仔 咦4月1日不值得看嗎 那又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4月1日呢 還有其餘MIRROR兩個成員呢 去出席去表演的 那就是 是不是喜歡看 就說 如果你是他們的粉絲 那就一定要看啦 如果不是粉絲 又想著當時一心想著炒 又買錯了4月1日 本來4月2日的話 那現在放出來呢 就這樣啦 是不是 就是有很多人 我看到都起碼 我自己眨眼看 起碼都有兩三張票 就是 你說 是不是多啊 其實都多啊 現在已經 今天是什麼 4月1日了 對不對 我昨晚都還見 今晚放票 今晚放今天 晚黑的票出來 我也還見 那就是說 那些人有沒有心買的 有沒有心聽的 有沒有心當初來又買的 但是 Anyway不要緊要啦 相對 4月2日的票 我都沒見過 有人出來買 因為太過珍貴了 我相信4月2日 4月2日 有姜濤的表演 其實你想一下 那時候 4月2日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就是說姜濤 是在這個 腳傷了之後 刺濤鏡中鏡頒獎典禮之後 第一次出來開場 第一次出來唱歌 那這一次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時候 他特地就走出來唱歌 4月2日 一個西感文法節 上台表演 林美亞族 雖然林美亞族還有兩個 他和另一個MIRROR成員 大家瓜分一個小時的時間 但是我 當他 都應該 有半小時 是不是 拉雲來計 不可能 不會一人一半 吧 拉雲都有半小時 是不是 如果半小時 可以唱到 唱到幾首歌 我當你斬頭斬尾 五分鐘一首 都可以唱六首歌 都不好 我當四五首歌 一定有得聽 所以大家都對於 今天這個日子 相當盼望 相當期待 4月2日 明天見 是不是 大家記住 手頭上的票 現在真的千金難買 4月2日 我告訴你 大家都想著 拿著4月2日的票 當日一起入場 去看姜濤表演 至於 你說 如果沒有票 那怎麼辦 沒有票不要緊 要留意著高等仔 這條頻道 但是 我相信 明天出片的時候 應該 應該未報導到 西港文化金幕會 那個姜濤表現 因為 因為我們 通常到六點會出片 通常 我們不會 我們不會 加早加遲 所以 大家要 密切留意 高等仔的頻道 看看可不可以 預先講一些 資訊給大家聽 或者 如果 大家 不再 星期一 我會講回 星期日 明天 西港文化 節奏的音樂會 一個情況 大家敬請 留意我的頻道 其實 這個網上炒票 真的可以側射 4月2日 其實是多麼受歡迎 那些門票 根本沒有人放 根本沒有人 肯識放 這樣的票 所以大家密切留意 這樣 那另外一樣東西 值得支持 就是DissDipus 你知道 DissDipus 都是姜濤的 忠實的 支持頻道 來的 那為什麼我說 它忠實的支持頻道 因為它 對於姜濤的宣傳 自這個 今年的年初七 開始獨家 上映這個 媽媽有了第二個之後 DissDipus 一直都是處於一個宣傳 以及不斷推薦姜濤 那這次呢 就行了 那4月份 DissDipus 有一個新的宣傳的系列 那叫做 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的 香港金像獎片單 那由DissDipus 就精選了這些片單 去做這個宣傳 那在這個 4月1日就開始了 就是今天了 那等大家 譬如我們這些姜濤迷 就可以重溫這個 剛剛有了第二個 不過 你又問刀登仔 咦? 就算他不做Promo 是不是都可以 那當然是 一向 剛剛有了第二個 都在DissDipus上面 但是 他今次就做了一個片單 特別再一次宣傳 個個金像獎的戲 那 譬如說這個 有一個正義回郎 是吧 還有這個 神探大戰 沿路山卡拉 七人樂隊 智錢 梅艷芳 一秒拳王 蜜露仁 樹大招風 等等 那樣 全部都在DissDipus看到 他這次最主力的 就真的Promo一下 阿媽有了第二個 還有 各個的不同的準備得獎 或者已經得獎獎的電影 其實眾所周知 DissDipus對於阿媽有了第二個 都一向是非常之支持的 無論在今年年初七的時候 他做了一系列的宣傳 譬如說 有一些情人節的點單 有一些不同的在網絡上的宣傳 包括Youtube、Facebook等等的社交媒體 他都儲略做了一些特別的劇圖 譬如說 不同阿媽有了第二個的一些電影的海報 還有一些不同的照片照 都一一為了阿媽有了第二個 去做宣傳的 這樣 當中更加做一些送禮物的 送贈品的東西 但求大家 現在就裝DissDipus去看阿媽有了第二個 不知道我的聽眾 不過我知道我的聽眾是忠實姜堂 基本上他們應該是裝了DissDipus去看的 其實裝DissDipus又不是太貴 很多人基本上就裝DissDipus 就只是播放阿媽有了第二個 好像高登仔一樣 高登仔裝DissDipus 我都很坦白說 我因為太無碌 一天就在整理姜濤的資料等等 基本上我打開DissDipus 是沒有空間去看別的東西 基本上我只是看阿媽有了第二個 當然我每天都會堅持在我的DissDipus 在我的電視打開看一次 務求DissDipus知道 為了阿媽有了第二個 要裝DissDipus 就是我了 所以基本上這些東西 經常都會有 我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阿媽有了第二個 這次趁著這個金像獎頒獎典禮 雖然之前有姜濤就說 姜濤就拿不到這次提名 新人獎提名 但是我之前幾段影片都分析過 作為歌手的姜濤 其實是不是真的這麼需要這個新人獎呢 還有新人獎永遠都有一個詛咒 好像在香港這個金像獎 拿了新人獎就起碼走十年衰運 所以大家 蔡公司馬燕之四伏 這次沒有提名新人獎 可能對姜濤來說 是一個莫大的好處 還有剛剛講到 高登仔所說 姜濤作為一個香港的歌手 她這次提名這個 最佳電影原創歌曲 剛剛有了第二個 風雨不改 這個已經是一個莫大的署名 所以有時候有些事情 得不得獎 或者怎樣得獎 其實真的兩體 如果這次作為歌手 媽媽有了第二個風雨不改 拿到金像獎的其中一個獎項 對於姜濤在這個歌手新來裡面 其實是一個極大的好處 以及一個很好的方向 所以我們自己都明白 有時候拿不拿獎 拿多少獎 拿哪樣獎 其實對於每個人的意義都不同 所以 雖然有姜濤覺得 這次新人獎應該姜濤拿 但是我自己高登仔 客觀和主觀分析來說 其實就不是太重要 最重要 她有得提名 提名那個還要很適合她的歌曲獎 所以作為歌手來說 我也覺得OK的 就是作為姜濤 所以我們作為姜濤 就是支持姜濤 這些事情 不要緊要的 慢慢去做 慢慢去談 總有一天 拿完所有獎 都會為姜濤 還有一單 就是網絡的新聞 發生的新聞 有關姜濤的 話說近來 因為這個AI 就非常之盛衡 AI就是說自動幫你做所有的事情 特別是一些數據的工作 我也知道有些人已經開始用AI來做片 但是高登仔 都沒有去到這個階段 我也喜歡用口去跟大家報資料 用一個人性的演繹方法去講講姜濤的新聞 我覺得這些比較親切 至少我自己姜濤也講回姜濤的新聞 這次有一個網友分享一些資料 就說 原來我們先當它是姜濤 姜濤就開始想打造一些Apps 是專用姜濤的 但我們就不知道 這個網友就發了一些 叫做做Apps的公司的Facebook宣傳的廣告 看到下面留言有些姜濤就說 我可不可以做一個叫做姜濤Apps 問一下多少錢 問一下價錢 跟著下去就 不知道有沒有人回覆它 其實我在想 都挺有趣的 這些姜濤 對不對 會不會就是聽到之前高登仔說的 咦 我們是不是真的要是時候集資 開一間這樣的公司去買姜濤回來呢 這樣 如果我們弄一間公司 那麼做這些Apps 都是第一步 這樣 可能逐步逐步來 就是有些姜濤近來跟高登仔說 高登仔你的提議非常之好 除了開間公司外 其實還要弄Apps 還要弄一系列的宣傳策略 還要弄一些頻道 高登仔的頻道已經現成了 專講姜濤的事情 還有很多很多臨審的事情 那這次這個分享就是 我不知道這個 我先給一些意見 Apps這件事 其實現在五花把門 我看回這個資料 其實原來現在做一個Apps 不用六位數字 不用六位數字 就是五位數字 五位數字 就是當它最貴都是九千多元 如果做一個九千多元 又不錯 那它就說 這個Apps 就說是以一個商店Apps為主 直銷帶貨 這樣 有一個會員系統 咦? 我在這心想 會不會是時候 做一個Apps 去給我們自己的姜濤 專屬 呢? 接著我又翻查 現在網上的一些Apps 原來專屬姜濤Apps 又沒有什麼 但是後門會是有一個Apps的 即不是官方 是現在其中一個姜濤的後門會 有一個Apps 但是我下載過來看 裡面又不是說真的好update 裡面的資料純粹分享 又不是說一些特別的事情 那我不是說 我真的 我不是說好還是不好 就是我的意思 就是我 平坦直說出來 就是我在這心想中 以為姜濤Apps 當然是經常update 那麼多會員 那樣 那樣 又不知道 有什麼作用 那樣 但是如果有一天 好像高生仔 之前 有一些 就是幻想式 那樣說呢 那有一天 原來我真的可以 製造一間姜濤公司 姜濤有限國際公司 那樣就不同了 有公司 所有事情就很好談的了 那時候製造一些 什麼部門 製造一個Apps 製造一些Channel 製造一個IG 這樣就真的有需要了 所以 這次雖然這一則 就是一些網絡花生的新聞 就是講一個姜濤 就是一些製造Apps的公司 製造一個姜濤Apps多少錢呢 雖然是一個花生的東西 但是我又覺得 是一個好的方向來 就是起碼我都知道 很多姜濤 都是很關心姜濤的去向 甚至已經作出一個行動了 所以有時候世界上的東西 不進則退 如果官方後援會想 挽救回所有 鏡粉的心呢 我想雙手要積極一點 我想製造一個Apps出來 去宣傳一下 去安撫一下大家的鏡粉 包括姜濤 等等其餘的粉絲 我覺得 你真的要做多一點點的事情 那些事情不需要很 怎樣說呢 不需要很嚴重 很大廢周章 你製造一些簡單的東西 其實很簡單 我真的要給你一條路 你找MIRROR12指 每人拍三十幾秒 十幾三十秒的東西 說一下威兒 大家記住你 逐一呀 這樣已經可以了 用不著 故意開一個IG 弄一大段文字出來嗎 你弄一段文字 還是姜濤說一句話 威力大影響大家 當然是姜濤 還小說 所以 這些簡單的策略都不懂得做 所以所謂改姜濤 真的包括我字 如果你們定下成立公司 記住找高端仔做這個PR 我告訴你 我做 至少一定要做得好 現在 所以 這一則這樣的有趣新聞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讓大家了解一下 人牌姜濤的一些興趣 發展 甚至行動 說到這些行動 又要講一講 一些內地網民的東西 近來發現了一件很有趣的東西 內地居然出了這個 鏘圖的寫真集 嘩 我真的 看了 就真的 突然 醒了一醒 突然震了一震 咦 鏘圖有出這個寫真集 在我 這麼多年的印象中 鏘圖是 是沒有出過寫真集的 為什麼 大陸會有的呢 我仔細去這些 社交頻道 一規究竟 一探究竟 究竟 什麼事呢 原來一看 原來是有一些 很有心的內地的網民 一個是姜濤的粉絲 他們收集了歷年來 一些姜濤的高清版本的照片 很漂亮的 我都有的 有很多照片 高端仔都有 但是他們都很有心機 他們不知道是否用跌倒通過 又清晰些 漂亮些 打光又漂亮些 他們不只收集這些照片 他們就把這些相片匯集成流 省了幾段的片 你就說 姜濤寫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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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為了姜濤 都真是出盡百保 有不同的idea 今次都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即是創意無極限 這個世界 哪個地方不重要的 你是什麼人都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有創意 有創意就是人想 今次這些所謂姜濤寫真一集 雖然就不是說一些 真是很正式 很官方出的東西 但是我在裡面都 滿滿感受得到 做這些影集的人 都非常之愛姜濤 他都非常之明白 大家的心目中 英俊 好人 善心 正能量 大愛的姜濤 是什麼樣子 他就做得很有心機 有機會 我不知道 你們自己找 我很難在我的頻道 分享出來的 不是那麼好 最近又經常被人 投訴這些投訴路 是吧 總之很多 不過幸好Youtube 都是一個很講道理的 串流平台 全部的投訴都不成立 全部蛋白了 那些這樣的東西 全部給他退貨 暫時我的頻道都沒事 不過老實說 我都收到其餘一些 支持姜濤的Youtuber 說他們都周不時受到這些 無理的投訴 近來大家都很小心做片 不是說內不內容做片 例如有一個Youtuber做直播 那樣 好像說播了姜濤的一些歌 那立刻被人投訴 那我相信投訴他那些 一定不是姜濤 或者是ViuTV公司的人 或者是MarcoViu 一定是一些hater 借一些意 搞到他好像停了機幾天 或者是接受這個投訴申請 調查 所以有時候我分享這些連結 是很簡單的 貼在我的影片上去 但問題上 就無謂 有心人裝 沒有心人 是吧 真的免得被人攻擊 還有我 在這段時間都要提提 大家去 拾了我的後備頻道 沒有 Golden Boys Live LIV Golden Boys Live 大家去拾我這條後備頻道 因為我自己都有點擔心 因為我看到有些youtuber 不單是支持姜濤的youtuber 有一些可能講 另類一些的娛樂新聞 有關講MIRROR都受到攻擊 結果又要停頻道 所以大家真的很重要 所以現在 每個的youtuber 特別譬如我自己 弄了一個後備頻道 叫做Golden Boys Live 希望大家去拾了他 但拾了他 為什麼這麼重要 就是因為 你一定要某一個支持量 支持10的量 我才可以放到某個程度 長度的片 因為 如果那個10 起碼門檻是1000 如果沒有1000的話 我自己可以放的片 的長度 是有限和有限制的 所以我代替不了 那條正片所放的資料量 如果萬一我這一段 即是這一條正的channel 受到任何的攻擊 或者可能停辦的話 至少有個後備頻道 我可以有什麼事 我就把它放進去 所以我現在都說明了 如果萬一我這條頻道 突然消失了 大家去我的後備頻道看 希望大家就鼎力支持 因為現在都是 現在等我看看 現在肯定都未夠1000了 希望大家快點去我這條後備頻道 那裏你10了 都是只有450 現在都差450 不是 差550才可以 才可以達到某個量標 大家快點去支持 那 講開這些無理攻擊 HATERS近來 我又發現到一些新的東西 原來HATERS近來 居然和大家同一陣線 那在說什麼 原來HATERS又有新花款 為了攻擊姜達 他們真是無所不容其極 那怎樣說呢 原來他們怎樣和大家同一陣線 大家近來 很多鏡粉 插到MIRROR官方後援會 MIRROR 有一幢都沒有 那接著有些HATERS 就是我定得 就是聽了那些口氣都像 就是打了那些文 他們就說 是的 倒不如真的 退出這些後援會 不單止官方 連民間後援會都退出 因為他們都好像做不到事情 任由這個 MAKAVIL 如果在姜濤的群組 就說 不斷有得 MAKAVIL 就不斷對姜濤不公平 真的令人痛心疾首 在著屎的群組 就說 真的對HATERS不公平 給了一些資源 姜濤 Anson Lo 給了我就退了MIRROR 直接在後援會 好像不做事 這些手法 真是 層促不窮 但是看深一層 如果你真的 這些粉絲 你怎麼會叫別人 這麼明目張膽 這樣去POMO 叫別人不要參加MIRROR 老實說一句 講一句半句不參加MIRROR 出於憤怒不滿 我都有 我都曾經這樣去做過 想過 亦都在 但是有時候 冷靜下來 其實我心想 我都是支持姜濤 其實很簡單 我可以看姜濤表演 唱歌 唱新歌 有時候看他賣廣告 我都很開心 所以我之前都說 就算我很生氣 這個官方後援會 我也打算不續會 但是後來他又說 整個見面會 給我們的粉絲去見一下MIRROR 十二節 當然我自己就 最主力希望的姜濤 唉這樣我又落了達 我又續了會 我又交了四百百元 去參加這個見面會的抽獎的機會 唉我都知道 高登仔不爭氣 我都知道我沒有骨氣 但是面對姜濤 我又不能夠冷靜下來 我又想 都不能夠不支持 唉我都知道自己沒有骨氣 我都衰 但是我作為一個在地的香港姜濤 我不支持 我哪個支持呢 如果我遠在英國加拿大 我可以大意想著說 唉我不支持這些會 因為其實我也參加不到見面會 難道飛回來嗎 但我作為一個在地的姜濤 唉我又不忍心 我又不忍心不去支持姜濤 不忍心不去支持姜濤的公司 就是這件事是不是很矛盾呢 我也覺得很矛盾 矛盾到我也覺得 有些人格分裂 是吧 我真的很愛姜濤 我很想支持姜濤 但是問題上 但是問題上 他的公司真的很難支持 他的公司真的是很難支持 在說這個 令人很不開心的 不公平的 你做了一些事情 到姜濤都不公平的 那我的事情 唉真的 我都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即是說多都 覺得自己有點遲 但是問題上 唉 那這些事情今天怎麼辦呢 難道我真的 一手就真的 不再參加日幕官方活動嗎 其實我又壞的 我又到現在這一刻 都知道一些CATES的手法是怎樣的 但是我自己又真的忍不住 是吧 我自己又忍不住要參加官方活動 那就令到呢 我自己都出現了一些好像精神分裂的狀態 是吧 一方面就很生氣 去他的公司 另一方面我又很喜歡姜濤 很想支持姜濤 那 那除了參加他的民間後會之後 我又支持了官方後會 不知道為什麼 神推鬼推 我想很多姜濤有我這樣的經歷 唉都不知道為什麼 說不支持 說不支持 最終都是支持 唉 所以有時候我都覺得 我都覺得自己 有點不夠骨氣 唉 但是一想到姜濤 我一想到姜濤 她是需要我們的支持 無論是什麼的支持都好 選舉也好 她賣的產品也好 她的新歌也好 她的新廣告也好 就算MIRROR也好 唉 如果沒有我們姜濤支持 萬一她 真的有時候想 萬一她見面會的時候 在這個郵輪碼頭 人家那些這樣的 其餘那些什麼 穿屎呀 神圖呀 叫得大聲 那個姜濤 唉 這樣就無謂了 我沒有理由叫大家退會 是否 haters就說得輕鬆的 他們沒有想後果 想後果 如果叫大家 不要俗啊 那樣 那時候真的沒有姜濤的話 在這個MIRROR 嘩 那個勢就被壓住 萬一她之後說 玩投票 我們MIRROR 就不如一個全民投票 去決定 以後 譬如我 隨便說 譬如我 新十二怪盜的氣氛 原來裡面 MIRROR的姜濤 就退出了會 就剩下其餘那些 十一指的粉絲 那些投票權 沒有了 唉 我想一下 這些真的不因為想太多 唉 算了算了算了 我自己都是心軟 沒有骨氣 那都是要支持這個 官方後援會 唉 所以 個別啦 高登仔那些做法 就不代表大家 大家自己喜不喜歡參加 就自己決定 高登仔 我就說了我的行動 和意願出來 就是這樣 當然那些Haters 都是要教化 經常在玩分裂 是吧 一會兒你真的 那些姜濤全部不續會 都不知怎麽算了 如果日後真的玩投票 是不是 沒有了力 沒有了力去支持姜濤 就是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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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今天2023年 4月1號 姜濤的綜合新聞報道 暫時這麼多 那麽大家 記得支持我的後皮頻道 支持姜濤 支持我的會員頻道 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等等 好 明天同一時間 再見 拜拜